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我从2012年的时候开始从事网络行销的教学工作 在2011年初的时候 中国大陆推出了微信的公众号 这是一个网络行销非常好用的工具哦 就算你有十万或百万个粉丝 都可以免费的群发讯息给每一个粉丝 而台湾在2014年之后也开始非常的火热 大家抢着要去申请这个微信的公众号 但是很无奈啊 就是台湾人民没有大陆的身份证 所以在当时呢是不能申请微信公众号的 于是呢就有许多人透过关系 利用大陆的人头户去申请公众号 并且呢发送了大量有价值的文章 开始去吸引粉丝收集粉丝 但是有了粉丝之后呢 又遇到了两个很头痛的问题 一个是不知道要卖什么产品 哦,那么多粉丝 可是却不知道卖什么东西比较好 另外一个呢是金流和物流真的遇到了很大的麻烦 因为在当时呢大陆地区开始管制了这个小三通 以前可以直接寄送到大陆地区的商品 开始受到了管制 而且呢微信的支付也遇到了账号认证的问题 而没有办法收款 那时候很多朋友都常常跑到 又要跑去大陆认证了 然后再回台湾很麻烦 所以呢一方面收钱困难 一方面寄送货品也困难 那接着呢微信的公众号的人头户又开始遭到了认证失败 然后被微信的官方封锁账号的命运 这些问题困扰了非常多的卖家 另外一方面呢对于许多个人创业者来说 要挑选合格的产品然后透过合法的管道进入大陆销售 也是一个很大的门槛 于是我个人呢本来我在2016年的时候 要推出一个大陆行销懒人包的课程 也紧急喊咖 因为我当时没有办法帮学员去解决这些问题 于是在2016年底的时候 我甚至和朋友去了一趟香港 深入的去了解是不是能够在香港成立一家公司 然后取得微信的公众号合法经营权 并且呢和香港的朋友讨论 如何去解决这个金流和物流的问题 看能不能透过香港再转到大陆去 但是呢最后因为这个成本啊实在太高了 所以我们就暂停了这个大陆行销课程的计划 但是恭喜你 现在呢你看到这个影片 代表这大部分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 有一天一个我六年前的学员 介绍了美总这个人给我认识 原来美总就是台湾黄业的创办人 这几年来呢 他为了海峡两岸跨境电商的运作劳心劳力 终于在今年完成了这个台湾购的线上平台 解决了台商将产品销售到大陆的许多麻烦事 现在只要你想把产品卖到大陆去 不管你是供应商 或者是你想当个团购主 或者是当一个拍卖的卖家 你在淘宝卖东西或者是在亚务拍卖东西 或者是露天拍卖东西 虾皮上面卖东西都OK 你可以直接转单 你可以直接在台湾购这个平台注册成为经销商 就能够取得自己的专属连结 当你把连结贴给大陆的朋友 或是曝光在淘宝 微信朋友圈或者是公众号的群发给粉丝 一旦这些粉丝点击然后成交之后 就能够直接赚到这个佣金 而且还会转成台币给你 台湾购它有合法的金流和物流 让商品直达客户的手中 让你不用出门 也能够将产品卖到大陆去 说起来很简单 但事实上台湾购这个平台 是努力了好多年之后的结果 现在总算实际成熟了 上架的商品也越来越多 大陆民众终于有一个合法的电商平台 可以取得台湾直接发货的产品 台湾的卖家也能透过台湾购的平台 简单成为一个围商 而大陆人习惯把个人卖家称为围商 那我们这些在台湾的围商 我们就把它称为围台商吧 如果你是在家工作者 不管是带孩子的妈妈 不方便出门或喜欢宅在家里的朋友 都很适合来成为围台商哦 台湾购的后台 有提供操作说明的影音教学 让你快速上手 取得自己的商品推广连结 就能够马上推广给你在大陆的朋友或粉丝 而且台湾购有分成台湾站和大陆站 你只要注册一个账号 就能够同时拥有这两个平台的推广权 你可以推广给大陆的朋友 也可以推广给台湾的朋友哦 未来平台也会有更多的网络行销课程 让你可以学到更多推广的技巧 非常令人期待 欢迎你的加入